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小女孩站在一个不大的教堂门口 等着要进去不肯离开 那时教堂里面已经挤满了信徒 再不能容更多的人了 当他看到牧师走过的时候 他就跑上前去说 牧师我想参加主日学 但是有人说已经没有位置了 牧师看看那穿着破烂的女孩 心中起了怜悯 就带她挤到了一间教室的角落 那女孩非常的感激 就想为教会做一些的事情 两年之后 那女孩得了重病 她的父亲找到牧师 告诉他女孩病危的状况 当这位牧师去看望不久之后 这女孩就离世而去 在她的身旁 留下了一个破旧的钱包 里面有五十七分钱 还有歪歪斜斜斜写的一行字 上面说 这是留给教堂的钱 为扩建教堂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孩子 去上主日学 原来两年以来 这小女孩一直在努力地积攒 为了帮助教堂 该大一点 牧师知道了这个女孩的心愿 带着泪水 收下了这个奉献 主日的早晨 牧师带着这个钱包 站到讲台上 分享了这个女孩的见证 他呼吁会众 响应这个女孩的心愿 把教堂扩建起来 当地的报社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把女孩的故事 刊登了出来 感动了一位房地产商 他愿意 以五十七分钱的代价 把一大片的土地 卖给教会 许多类似的故事 不断地在发生 大家都愿意 继续这个小女孩的心愿 参与对教堂扩建的奉献 五年之后 从五十七分前开始的基金 变成二十五万元之多 在十九世纪末 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 足够教堂扩建的工厂 今天到菲拉帖飞产 你会注意到 圣殿尽兴会宏伟的教堂 可以坐三千三百人 有百间以上的主日学教室 还有圣殿大群 成百上千的神学生 是从那里毕业的 甚至有一所 好沙玛利亚人的医院 都是从这五十七分钱的 基金开始的 在一个纪念房里 你可以看到墙上 一张可爱小女孩的画像 就是那开始奉献 五十七分钱的人 旁边还有一张 他所爱的那位牧师的画像 就是康威牧师 神愿那真诚的奉献 并且能够使他成辈的加征 五饼二鱼 让五千人吃饱的神迹 仍然不断的在发生 你有愿意奉献的心吗 如果是你所摆上的 神一定能够加上许多的祝福 愿神祝福 谢谢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